在劇劇團推出全臺灣第一出以 Boys Love漫畫為題材的搖滾音樂劇 新社員 描寫高校男生之間的愛 劇中不時會變換場景 有時候像在高中校園 教室 下一刻就變身成演唱會現場 還搭配樂團還有燈光效果 五位清秀美型男跟可愛婦女 將動漫世界搬上舞臺 結合搖滾與Boys Love少男漫畫 在劇劇團推出首出音樂劇新社員 五位帥氣美型男和可愛婦女單綱主演 宣誓高中的青春歲月 它是屬於這些人的音樂 那就整個製作的特色跟呈現的形式來說 就是我們會有更多一點點的參考了 就是日本動漫來的一些 就是類型音樂 類型文化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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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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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不好 早 早 你怎麼那麼早起啊 今天開學第一天啊 新社員以日本少男漫畫為發想 一句男生也能接吻吧 揭開同性之間曖昧情誼的故事 描述開學第一天主角和帥踢How much 一起加入搖滾研究社展開青春的高中生活 我只是放我下子把吉他 送你也好 不要 你不隨便說陌生人的東西嗎 我是二年久班黑市廣 天秤座 迪行 我也是二年久班的安心 她是你兒了 校園中劇中主角卸購樂團主唱 兩人挑戰漫畫室的誇張演繹 演員們還現場帥氣唱歌 呈現純情的高校生活 她一直看著我 她被我發現 她非常落伏 到底要怎麼樣 她才會加入我的樂團 編劇簡歷影強調在台灣已經有很多動漫迷 而這一次新社員融合BL漫畫 詮釋愛的多元性 希望能吸引多元的觀眾走進劇場 然後她其實就是在講各種 超越框架和超越性別的愛 其實就是跟現在的 比如說各種多元成家 或是各種超越性別的愛的主題 非常的扣合 BL漫畫清潔搬上舞台 新社員以年輕世代的語言 首次開啟同性間的尘埃股市